近日,恩广高速八正段出现惊险萤幕,一头黄牛突然冲进隧道内,接警后,高速交警及时将车辆管控在隧道外,同时引导老人慢慢把黄牛迁出隧道,不料黄牛开始耍起脾气,将银颈和老人拖拽数十米,经过十多分钟人牛大战,黄牛被成功驱离,经了解老人当天本打算到市场贩卖黄牛,不料在装载中,牛儿受惊四处乱窜, 好在交警快速处置,未造成交通事故和人员受伤